歡迎來到十點不一樣 您好 我是錢麗如 我們先來看颱風天視線不佳 在高雄陵園的一處漁港 今天一輛白色轎車 一個轉彎之後 竟然直接衝入海裡 駕駛事後工程呢 是不熟路況 加上視線不佳 消防隊貨爆之後即刻救援 索性人最後平安午時 白色轎車一頭栽入水中 後半截露出水面 海巡人員趕緊下海救人 隊員由向車子旁邊 拿出急迫器敲破車窗 車子慢慢沉入水中 他又撬開後車窗 整片拆下來 不斷從車裡掏出雜物 要拉出裡面受困的民眾 畫面上看到受困的駕駛 浮出水面穿著救生衣 隊員把他往岸邊拉上來 車上裡面有幾個 好像一個人 在那邊跳著急的 意外發生在高雄 林園中雲漁港 監視器畫面看到 這輛白色轎車在畫面的左下方 鏡頭因為下雨不是很清楚 但是可以隱約看到 他往前開 車子一轉彎 從碼頭直接衝入海裡 海巡人員也從監視器畫面 即時發現 立刻前往救人 隊員跑到現場 岸邊坐下來稍作準備 立刻跳下水去 駕駛是57歲的理性男子 他原本要回轉 因為地形不熟 碼頭旁邊沒有護欄 又下著雨視線不清 結果回轉直接落海 幸好海巡監看著螢幕 這一瞬間就被發現了 即刻救援 車子沉了下去 人救了上來 TBS新聞林佑璇 張莉玲高雄報導 好 怎麼會開進海裡呢 這一輛轎車發生事故的地點 不只是漁港碼頭 還是船隻的加油碼頭 為了方便船隻停靠 在碼頭邊只有細船柱 初步研判駕駛很可能 因此沒看清楚 才會直接開進海裡 是吧地點在加油碼頭 這邊只有細船柱 方便船隻靠近加油 因此旁邊也都相當平坦 很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沒有看清楚 直接開進海裡 通常一般碼頭邊 除了細船柱之外 還會有七雙黑黃色條紋的 十噸護欄提醒 不過要把車開進海裡面 只為駕駛還是今年的敵人 第一時間跳下海的就是他 安檢所的上市王柏苑 當下除了戴著安全帽 還有穿救生衣 成功救援的關鍵 是他身上配的這一隻 從車窗最出落的四個角落下手 最後透過後擋風玻璃 成功把窗戶擊破 救人出來 當時還好有海巡人員幫忙 但如果當下只有自己在車內 沒有外援 該怎麼辦 在海當下通常還沒熄火 第一步驟趕快打開 距離自己最近的窗戶解開安全帶 而窗戶打不開情況之下 採用擊破的方式讓水流入車內 讓車內外壓力相當之後 才有辦法把車門打開 成功逃脫 新北市板橋在中午 刮起了七級的強震風 借受公園旁整棵路樹被連根拔起 另外在江翠國小旁邊 也有路樹被吹斷 還砸到了一名路垢的婦人 幸好她沒有大礙 中午一陣大風吹過來 單純女子都會站不穩 但先倒下的卻是右邊這名白衣婦人 原來上方的樹枝被風吹斷 剛好砸在她身上 婦人一度嚇得呆坐在地上 幸好沒有大礙 過幾秒自己又爬了起來 掉下來的樹枝被吹到斷掉 砸在U-bike停靠站旁 數量還不少 一外現場也先用路障圍了起來 避免有人路過又被砸傷 意外發生地點在新北市板橋江翠國小旁 人行道上的路樹一次因為枯掉被風吹斷 從四層樓高的地方掉下來 砸到路過的婦人肩膀 幸好沒有大礙 我剛好聽到那個有樹枝掉下來的聲 我就回頭看然後剛好就是看到他被樹枝砸到掉下來這樣 但同一時間掉下來的樹還有這邊 一陣怪風把板橋接受公園旁這棵大樹直接吹斷 當時路邊停車格內還停滿車輛 有兩部車不幸遭殃 公鎖道場先把部分樹枝巨斷清理現場 但倒下的樹似乎從根部都已經腐蝕掉 才會經不起大風被連根拔起 兩陽起意外時間相近板橋十一點到下午四點間刮起七級震風 當地居民也說當時的風又大又突然 雖然颱風沒有直接影響北部地區 春月風太大也傳出零星災情 好晚間十點鐘我們要繼續關注的是 杜蘇瑞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首先要來跟現場主播宥宣請教的是 目前杜蘇瑞的位置是不是來到一個距離台灣最近的地方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脫離他的暴風圈危險呢 佑璇 好 確實現在杜蘇瑞是最靠近台灣的時候 我們持續來關注他現在的整個路徑 他是已經進入到了巴士海峽 而且速度是相對白天來說是有加快一些的 現在是以每小時二十四轉二十九公里 持續朝著北北溪的方向來前進 預估會是在明天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 就會來到大陸的沿海附近了 不過在這段期間會經過了澎湖還有金門 所以在明天清晨的時候 這兩個地方將會是風雨最明顯的時候 不過在今天晚上的時候呢 特別在台南還有高雄陸陸續續就有出現一些雨勢了 不過我們先來關心到今天其實還是主要以花冬地區亮起了 像這樣子紅色還有紫暴等級的降雨 而且我們看到呢 目前全台灣今天的整個累積雨量 在屏東的西大午山已經累積了八百零三毫米 再來第二名則是台東的金針山也有五百零五毫米 我們縱觀前十名呢 主要都是集中在花蓮還有台東地區喔 所以在明天的時候這兩個地方 還是要特別留意降雨的情況 不過今天特別要注意的就是在高雄還有台南的地方了 今天很多人覺得說白天好像沒什麼風雨 不過其實呢 由於它的速度在白天的時候是比較放慢一些的 但是到了晚間開始 尤其整個嘉義以南的地區呢 都要特別留意風雨會逐漸的出現了 在今天晚上呢 除了我們剛剛所說到的花冬地區 還有整個荷春半島以外呢 在西南部地區包含像是高雄還有台南 甚至是在澎湖還有金門 一路要嚴防到明天清晨的時候 甚至是在白天的時候 都還是會有一些較大雨勢出現了 而且尤其是在金門的時候 明天呢 將會是降雨最關鍵的時間點 由於呢我們剛剛說到 它是持續往著北北溪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會是最靠近金門的時候 那至於台灣本島呢 什麼時候雨勢會比較停歇一點 恐怕要等到明天的下午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到降雨是逐漸的趨緩 尤其呢像是東半部地區 總算在明天開始呢 降雨是會逐漸的減緩了 但是呢特別就要留意在明天 白天外出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 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 好呢 又宣剛針對雨勢部分 幫我們帶來詳細解說 不過另外我們要來問的是 其實這一次風勢部分也很強勁喔 所以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另外是不是又有新的颱風要形成了 有沒有一些最新的路徑的分析呢 好那麼其實我們還要特別關注到 在震風的部分喔 其實呢今天晚上開始在我們剛剛說到的 台南還有高雄沿海地區 另外還有在北部地區呢 他特別就要留意 可能會有來到九到十級的強陣風 北部地區主要是受到的地形影響 不過呢在西南部的沿海地區 甚至在澎湖還有金門 明天一定要特別嚴防 在清晨的時候 可能沿海千萬不要前往喔 尤其呢特別是在金門還有澎湖 可能是有來到十二到十四級的這個強陣風 另外浪高部分也有可能來到了六米以上 所以呢明天的時候 千萬是不要前往海邊 甚至也不要前往觀浪 因為呢這個風雨 特別是在澎湖還有金門的時候 明天是會特別要注意到的 不過呢在明天的這個高雄還有台南的地方 如果外出的時候呢 也是要特別注意在上半天的時候 雨勢還是會蠻明顯的 而另外剛剛也有講到 是有最新的這個準颱風 也就是卡努颱風 預計最快會是在明天的上午白天來生成了 目前呢它還是在這個菲律賓東方海面 仍然是以這個TD07的模式 在這個熱帶性低氣壓持續的在前進當中 但是明天預估它生成颱風之後 目前呢各界的這個預估認為說 它並不會直撲台灣 而是朝著這個北方的海面來走 有可能最後是朝著這個流球的方向來前進 不過其實颱風的動向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氣象局也會持續的觀察 好 非常謝謝佑璇 剛剛幫我們提到了卡努颱風 如果生成之後 路線還是有很大的分析 不過我們回過頭要繼續來關注的是 杜蘇瑞颱風 目前在花蓮台東地區的風雨還是持續的 而且越晚越明顯 我們先來看在花蓮副里鄉的副南村 稍早甚至發布了土石流紅色警戒 山坡上的碎石也不斷被沖刷到路面 道路成了泥流一片 現場的最新狀況 我們先把時間交給雲曼 好 主播記者 現在的位置就在花蓮副里的副南村 可以看到到了晚上 現在但目前風雨都還是蠻大的 而就是受到這個大雨的影響 可以看到說這個山坡上的碎石塊 都已經沖刷到了路面 這些大大小小的石塊 其實都已經會影響到了這個人車的通行 而在地面上 這個泥流也是相當的湍急 而且都是呈現了這個泥黃色的 可以看到說這個 也是隨著這個風雨越來越大 導致說這個泥流的寬度 其實都已經比剛剛還要變寬了許多 而副里鄉也是因為這個颱風的影響 是強制撤離了92個人 而其中就是在這個 這個富南村的地方 稍早的時候是發布了 土石流的紅色警戒 就是要提醒這邊的住戶 這邊隨時都有可能會發生土石流 沒有事情的話就不要再進出了 而在稍早的時候 花蓮縣府也宣布了 因為是還沒有達到這個停班課的標誌 所以明天是全花蓮縣 都是正常上班上課的 而這個氣象局也表示說 現在這個颱風是在 洪湖的南方的海面上 會一路的往北北線的方向移動 因此是除了南部的民眾 還有這個東部 跟這個離島民眾 都還是要特別注意 會有這個豪大雨 以及強陣風的狀況 以上就要謝謝 環境頭轉棚 非常謝謝雲曼 所以提醒在颱風期間 要避免前往山區 我們剛剛看到雨勢跟風勢相當強勁 不過除了山區 我們要來看到在台東的市區 現在持續的降雨 因此部分地區也出現了積淹水 甚至民宅也遭殃了 這部分瞄連線給佩玉佩玉 好 主觀要帶你關心這一期消息 可以看到現在呢 受到颱風的影響 台東市區雖然晚上 現在這個時間呢 它的這個的 這個風勢跟雨勢 是比較緩和一些些 不過可以看到在台東市區 更深北路 以及市區一帶的路上 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水 是實時沒辦法消退的 而且呢 連這個地上的雙黃線標線 都不太清楚 那麼其實附近 住後的小朋友們 也只能苦中作樂在旁邊 跑出來也是在那邊玩水 不過呢 租戶就表示說 其實這兩天受到颱風的影響 這個水是退了又淹 淹了又退 有點來不及來掃除 我們來聽一下租戶的播放 那本來我們感覺大概淹多久 淹 昨天開始淹水 對 昨天大概就淹了兩次 有進到家裡面就兩次了 那我們外面的院子是 大部分時候都是處於 半淹到全淹的狀態 會擔心晚上可能雨下更大 又要會淹淹 會 因為剛剛 大概八九點的時候 就又有淹了 對 好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附近住戶都表示說 這兩天是水是不斷的淹起來 不過晚上也是很擔心說 怕這個雨下更大水淹得更高 另外我們提醒 剛才台東縣府其實有宣布 最新消息就是呢 除了這個海端山兩個村落 以及岩平山的紅葉國小之外 其他的地方都是正常上班上課的 以上就是在台東市區 這消息是把時間盡頭 綠島馬蹄橋的風浪 因為杜蘇瑞颱風越來越大 海浪甚至都拍打上路面 還伴隨落石跟強風 隨著杜蘇瑞持續往西北前進 接著換澎湖和金門要繃緊神經 預計澎湖將會有十二級陣風 二十四小時內的降雨量 預估達一百到一百九十毫米 在澎湖馬宮的山水沙灘 堪稱是玩水秘境 如今風浪逐漸增加 已經不適合太靠近海岸 我們平常在這裡還要大非常多了 然後最高的讓我看 大概有到兩三公尺 另外一個澎湖網紅景點 厚寮天堂路的沙灘 已對美國舊金山的華僑 特地前往觀光 昨天開始就有颱風警報 那我們就覺得有點失望 可是我們這個 就給我們安排了那個包車 所以我們可以還是在個樹看一看 還有年輕人敢在天津海OK時 趕緊在天堂路拍網美照 今天的天氣其實 颱風好像還沒進來 但是好像也沒有影響到什麼 對所以我們的計畫也沒有被打亂到 現在隨著颱風風雨逐漸增強 海巡趕緊勸在潮間帶逗留 或減食貝類的民眾離開 避免漢事發生 TVB的新聞陳正澎湖報導 好 杜蘇瑞颱風不只對台灣的天氣造成影響 先前在菲律賓也造成了土石流 上千人受困 六人不幸死亡 而接下來杜蘇瑞颱風預計在週五的時候 會登陸中國大陸福建廣東一帶 大陸媒體甚至用最強颱風來形容杜蘇瑞 然而在全球氣候異常 其實在印度還有歐美地區 也出現不少極端氣候所帶來的災情 大量土石瞬間傾瀉而下 再晚一步就會沒命 杜蘇瑞在菲律賓發威 在呂宋島的本格特省一處山區引發土石流 臨近的省會幫托克吸水暴漲 尼流把民宅汽車都衝走 在明都洛省 還有民眾是摸黑搭著橡皮艇撤離 水深即息 杜蘇瑞的最大風速達到時速191公里 雨量驚人 強風暴雨肆虐之下 在菲律賓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還有數千戶斷電 在昨天天下雨 有強烈的風 有更多樹 和其他環境 有更多工具 在城市中 讓水面更糟糕 還有沒有電力 而在菲律賓最北端的 北伊羅哥省的首府老臥室 停電一整晚都沒有復電 而杜蘇瑞還沒有走 就有一個準颱風卡努即將生成 杜蘇瑞的路徑日估一路往西北走 在大陸的東南沿海登陸 僅靠廣東的福建漳州市 可能將會受到颱風杜蘇瑞的正面襲擊 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 將會達到14到15級 也就是強颱風級 大陸嚴正以待 央視以今年最強颱風來報道 福建提升颱風警戒 廈門航空取消至少32個航班 海上183個船班全艇 福建漳州 漁船進到虎頭山漁港來避風 今年第5號颱風杜蘇瑞 將具有登陸最強波及最廣 維持最久等特點 因此它很有可能 將成為今年以來 影響我國最重的一個颱風 嚴防強風大雨還有海水暴潮 廈門開始進空沿海區域 海面風浪明顯變大 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此時此刻雖然天氣相對來說 比較情好 但是我們在現場 能夠感受到這個風力 是在逐漸的增強 亞洲各國接力防臺 歐洲羅馬尼亞 則是從對抗極端熱浪 到可怕風暴 風大到像是要把大門給撞破 鐵劈吹飛 還有電線被強風扯斷冒火花 還開始下冰雹 羅馬尼亞出現罕見的強烈風暴 大風吹到路樹壓死車內富人 到處都淹水 把人孔蓋都給沖走了 駕駛看不到路 輪胎就這樣陷進動力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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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在電影裡才看得到的天災特效場景 沒有想到會真實發生在自己家裡 民眾是看傻了眼 這場罕見的風暴在羅馬尼亞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幾乎全國都在黃色或橙色預警之下 今年遇上了聖英年 全球可能越來越多嚴重風暴 美國的密西根州也是暴雨不斷 紐澤西州則是有路樹倒塌 直接就壓在一輛皮卡上 駿駛雨季的印度 今年的降雨強度也很驚人 計程車全部淹成泡水車 農作物慘煙一片 民眾是欲苦累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對抗地球暖化即將出現全球第一個漂浮城市 地點就在南韓的這個釜山 這是聯合國還有釜山市府以及科技公司 他們在2021年簽署的協議 而且預計在2025年就能夠建成 我們也來看所謂的漂浮城市 將有六個正六邊形來的福島組成 那麼能夠容納的是一萬名的居民 可以抵禦洪水海嘯和五級颶風 而另外呢在荷蘭也有類似的案例 漂浮紙板屋也渴望成為未來新住宅形態 竟然有序的建築還有綠意盎然的市景 人類的未來現在又有新想像 它組成了六個城市 每個城市都分裂了 所以每個城市都分裂了 兩戶 它有每個城市都需要300人 活動、工作、集團 由六個正六邊形福島組成 這是來自科技公司Oceanix 還有麻省理工學院等 提出了新構想漂浮城市 不是一個小的城市 而是一個大海的城市 意思是有很多機會在海上 但是不是在小的城市 而是未來新的新的 新的方式生活 你沒聽錯 就是使用生態岩石為基底 打造漂浮在海上的城市 而且第一個選定的測試點 就在南韓釜山 為了解決氣候變遷的挑戰 還有住房空間不足等問題 不少學者決定從水上著手 韓國的現代集團 也跟南韓漁業所合作提出新概念 投入373億韓元 大約新台幣90億經費 要在水下建立居住空間 只是人類想在幽暗的水底生活 真的可能嗎 其實海底城市計畫還包含監控 預測地震 海嘯等功能 預計在五年內會完成驗收 而全球有越來越多城市 都在尋求新可能 簡約明亮的內裝 荷蘭近幾年致力於跟水共存 目前已經有許多地區 都開始發展漂浮屋 甚至興建成社區 漂浮屋的概念 主要是使用中空混凝土基座 再利用浮力承載房屋重量 不用打地基也不用填海造陸 能跟著水位自然升降 是一種創新對環境永續的方式 法國里昂也打造出 漂浮在水上的劇院 開發漂浮建築 成了兼具環境友善 又能適應海平面上升的新解方 就連沙烏地阿拉伯也看準商機 獨特的八角形建築 來到沙烏地阿拉伯計畫打造的未來城市 將包括這座漂浮在水上的工業物流綜合場域 只是漂浮建築成顯學 真的能夠解決海平面上升 帶來的居住問題嗎 專家指出漂浮建築的優勢 包括海水溫度可以調節室溫 節省至少25%的能源 也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但是包含觀察海流 還有這些建築物的保養問題 想要讓人類能生活在海上不是夢 後續恐怕還有不少挑戰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